《以西结书》第十章 我观看见纪录博头上的穷伤之中 显出蓝宝石的形状 仿佛宝座的形象 主对那穿细蚂蚁的人说 你进去 在旋转的轮内纪录博以下 从纪录博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 杀在城上 我就见他进去 那人进去的时候 纪录博站在殿的右边 云彩充满了内院 耶和华的荣耀从纪录博那里上升 停在门槛以上 殿内满了云彩 愿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 纪录博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 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 他吩咐那穿细蚂蚁的人说 要从旋转的轮内 纪录博中间取火 那人就进去 站在一个轮子旁边 有一个纪录博 从纪录博中伸手到 纪录博中间的火那里 取些放在那穿细蚂蚁的人 两手中 那人就拿出去了 在纪录博翅膀之下 显出有人手的样式 我又观看 见纪录博旁边有四个轮子 这纪录博旁有一个轮子 那纪录博旁有一个轮子 每纪录博都是如此 轮子的颜色 仿佛水苍玉 至于四轮的形状 都是一个样式 仿佛轮中套轮 轮行走的时候 向四方都能直行 并不掉转 头向何方 他们也随向何方 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 他们全身 连背带手和翅膀 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 这四个纪录博的轮子 都是如此 至于这些轮子 我耳中听见 说是旋转的 纪录博各有四脸 第一是纪录博的脸 第二是人的脸 第三是狮子的脸 第四是鹰的脸 纪录博升上去了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见的活物 纪录博行走 鲁沫也在旁边行走 纪录博展开翅膀 离地上升 鲁沫也不准离他们旁边 那些站住 这些也站住 那些上升 这些也一同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耶和华的荣耀 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 停在纪录博椅上 纪录博出去的时候 就展开翅膀 在我眼前离地上升 鲁沫也在他们旁边 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 在他们椅上 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 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 我就知道 他们是基禄博 各有四个脸面 四个翅膀 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 至于他们脸的模样 并身体的形象 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 他们鞠个直往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